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间店都称为51年了 大约的客人在我眼中已经三代了 我感到到现在是一种温情都保持着 我是金瓦的老板 在五十多年前 我先生刚好有这个地方 朋友有意思 我们开了一间店 好像是一个坐脚点 我们开的时候也有菠萝包的存在 我在这里经营了20多年 我都称呼我做陈泰 我们的包是要应合天气发包的程度 因为我们是用自然发包 用传统的方式去做包 一般来说20分钟至30分钟 你一直在忙的时候 就是要留意 这个团发了之后 我们去拆都是用阴力 还要把这个粉条插得好实 它才会发得松 如果插得好 它就会发得漂亮 而Mansure Boot 不容易按的 很硬的 我们用力 但有指甲 看看多深 所以它们就习惯了 大小呢 它们都习惯了 在手控制 所以它们大小呢 亦都是差不多 酥皮是另一个工序 亦都是需要以上的食物 鸡蛋 面粉 糖 奶 又是等它放一会儿 需要时间 然后才可以去片 它是很软熟的 炒完之后 是没有韧力的 所以师傅又是用功夫 这是一个专业 和它们的效果 就很快地 跟这块粉 跌下来的程度 比较快 我们一片 就要立刻要上包 冷热都好吃 包冷却了 不要紧 你反而吃到它的面 是更加脆 热的包 就没有那么脆 必然的了 但是呢 它有面包香味 香味 顏色 软熟 面头脆皮 一个包集合了那么多的感觉 当你从上至下咬下去的时候 在你的口里面 你会感到很满足 金马兵厅 用一个厅字 就是我先生要招呼一班朋友 可以在这里聚咎 聊天 一个地方 所以用金马兵厅 我在二十多年之前 我是一个 正是照顾孩子 看着家庭的主妇 是一个妻子 是一个妈妈 直到我小朋友长大 他们就去了外国读书 就变成我自己在家 我就跟过先生出来 这间店铺 我就觉得 我都可以帮忙 我自己出来做之后 原来是很辛苦 跟我想的 是完全两件事 但是我都克服 一抹大眼 就是回来 是六点半至七点钟 我就要到这里 六点七点钟收工 我们下午有一个叫三点三的 很紧要的 很热闹的 很多工人都要在这个时候休息 喝杯茶 吃个包 所以不同段 时段 你都会有不同的客人 你都会体会不同的 我的客人呢 是这三代人 草回来的 不是路过的 搬了也好 移民也好 离职也好 只要他回来香港 经过旺角 都会来见一下我们 打个招呼 这个是老朋友的态度 大众都是有个口碑 客人问他 越来越好吃 现在也是一个很感恩的时候 现在疫情过了 一切安定了 不断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来到香港 一直得到别人的口碑 和客人来找我的时候 我心感满足和开心 那这种是 是不是叫成就感呢 我想我是满足多 我是多过成就的